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您来看看世界棒球经典赛刚结束 国人封棒球 但其实讲究技巧的棒球运动里头有不少科学的原理 像是投手在投球瞬间利用手指控制棒球的旋转来制造出不同的球路 这跟白努力定律大有关系 而打几手只靠上半身势力集球还不够 专家说了其实借地使力也是可以把球打得更远的关键技巧 带您一块深入了解 打者会出安打三类的队员全力冲回本类得分 国人封棒球 每次在场上还可以看到投手和捕手大暗号讨论战术 投手投出去的每一颗球其实也暗藏玄机 因为不同球路有不同握法和棒球的旋转大有关系 投手把球投出去之后利用他的手指头 造成那个球的旋转的角度 比如说他球如果是这样离手他就可能是这样子转 然后球这样离手他就可能这样转 就升高球就这样转 以快速直球为例 球投出时食指和中指带动球向下旋转 前进过程中也会受到空气气流影响 根据白努力定律速度较快的气流压力比较小 棒球旋转方向上方和空气气流同向 流速大压力小 下方则是反向流速小压力大 上下出现压差因此产生向上的力量 投出的球下坠幅度比较小又直又快 而像是滑球和升卡球等等 球投出后各自有不同旋转方向 球路位移变化莫测 另外还有一种蝴蝶球 投出后几乎不旋转 球路左右飘移 对达者来说更难捉摸 投出去的时候没有扣到那个球 从离手到捕手这道球大概只有1千半左右 那是最难 就是等于是你从正面看 等于是没有再转的那种感觉 蝴蝶球它不转了 不转了结果你没有旋转你的球位就不稳定 那缝线又这么复杂 空气本来有粘制力 但是它碰到不同的缝线在不同位置 它的玻璃的状况就会不一样 那它从这里就 玻璃之后后面就是扰流 蝴蝶球靠的是边界层玻璃的概念 球体表面会有一层空气附着 形成边界层 但在比较突起的缝线处 空气离开球体回到大气中 发生边界层玻璃 过程中产生的扰流 对于棒球的升降力侧向力等等 造成影响 进而改变运动轨迹 而标准球场规格 投手球到本类板距离18.44公尺 以时速140公里的球为例 投手投出后 球飞到打击手面前 只需要约0.4到0.5秒 打击手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判断球种和方向才能成功击球 而球要飞得够远 除了掌握球棒的甜蜜点 也就是球棒最适合用来击中球的地方 通常位于棒头下方10公分左右的位置 另外打击手借地使力 也是把球打得远的关键 当打击手扎稳步伐 身体对地面施移重力 会获得地面给身体的反作用力 也就是向上的正向力 但垂直的力量 到底是如何转换成水平的打击力量呢 正向力乘上摩擦力 我就会得到水平的摩擦力 其实就是一个水平上的一个推登力 所以你看如果今天叫一个棒球选手 站在一个6B的场去打球 他一定是打不好的 因为滑动他借不到那个水平力 他只能靠上半身 热血精彩的棒球运动 其实里面有满满的操作技巧 从投球到打击 都和科学原理脱离不了关系 下回看球赛 除了欣赏精彩的得分瞬间 也不妨看看专业球员们 如何利用力学赢得比赛